Hello,我是仓鼠三哥 我昨天大半夜 不,今天早上大半夜 被一个道士品给气蒙了 大概在凌晨三点多左右 至于是哪的道士品呢 我得你们细细说一下 它这个并不说是咱们国内的道士品 而是一个多外的品牌 我辛苦上了半夜去翻了 翻墙的道理 我还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YouTube币 之类的品牌 然后我搜到我自己的名字 我搜到了仓鼠三哥 然后有225个视频 比如说我今年做的所有视频 它全都得倒到这个YouTube币上来去了 这17个小时之前呢 再看一下我 我的视频是在19个小时 比如说时隔就两个小时 它就把我的视频录制 并且上传上去 速度是真的很快 但是它并没有经过我的授权 或者我也没有同意 它就把我的视频 得擅自发到别的平台上去 借它最主要的到视频 它连字 我的那种标志都用 我现在又装 加有一堆 这个鼠子呢 这个蓝色的大鼠子呢 手划了25块 这个蓝色的小鼠子呢 我手划了27块钱 你再看看这是什么 我看起来 我想跟我一堆 还是一直在描 让我的山上 美的阳神 我唱到那儿的天使 我都能干你 但是他都把我的 蓝色的大鼠子 和你合你合你合我 我流天了 他现在给我们的困境 到底选择找老婆 还是继续做他的单身仓球吗 二把25个事情啊 他全都对我造到油滑上去 但这种的还如何为止 成长的爱人和声势 所以第一个赞年 都愿意的 谢谢 欢迎我真是这样 什么视频都到了 他就到我一个人了 我真的好睡了 希望你到我视频的 潜行拜一下 不要以为 如果不我登过外的天台 我并不知道 也很感谢我的粉丝跟我 告诉我这件事情 让我明白 会有人在 把我视频还被盗到国外去 希望 那到视频呢 别把我这视频也得盗上去 嗯 希望你看到这儿 把我 把盗我的视频得删了 谢谢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大家应该如何处理 可以告诉我一下子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 说实在 我一个小小的仓储啊 居然能被盯着 但是 请你把我视频得删了 记得 假冒的仓储三哥 谢谢 好了 再看我 我们下期再见